这女人超级喜欢绿色 从下道上穿的都是绿色 走在大街上非常明显 所有路人都盯着她看 节目组来到她家 发现不光电视罐空调贴着红色壁纸 就连卧室也全都是红色 打开衣柜 从夏天穿的半袖到冬天的棉袄 无一例外 工作人员都看懵了 我敢说 能打出这个字的评论区不超过十个人 突然她发现棚顶竟然是白色的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夫妻俩睡觉的时候都喜欢平躺 而将棚顶改为红色将会太过压抑 那么女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红色的呢 原来八年前女人借给朋友一笔巨额现金 而过了约定日期也没有将这笔钱要回来 她游荡在大街上 服装店里的红色衣服让她眼前一亮 她感觉全身的细胞都被唤醒 从那之后女人便喜欢上了红色 节目组带着她找到色彩心理学的专家 并在专家的引导下画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 原来女人这么多年一直跟朋友保持联系 并希望她把钱还给自己 但看到朋友的生活也十分结局 女人再次心软 又将自己每个月的工资打给她一部分 希望女人今后不要再这么傻了 我是小五 每天三个奇闻一事等你来看